人生路上有风有雨,到处是荆棘丛生,只有我们去奋斗,去拼搏,就一定会有鲜花和掌声在等待着我们。 明人说过,挫折对无能的人是一个无底深渊,而对那些敢于面对挫折的人来说,他是一块成功的点角石。 范冰冰自从环珠格格扮演的丫鬟金所出名后,十多年来范冰冰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一线女明星,对于这些荣誉她也是当之无愧,尤其这些年与大黑牛李晨的恋情也是万众瞩目,大家都希望她是能干的李晨能快点给范冰冰一个家。 范冰冰近日在机场被拍到爆瘦的照片,和之前胖乎乎的比较,照片上的范冰冰明显是瘦了太多,这难道是范冰冰上火了吗? 毕竟自己辛苦奋斗很长时间,才能够得到这4.5亿的,李晨一招就赔光了。 李晨第一次导演拍摄的电影《天空烈》与《战狼2》是同类型的电影,上映的时间也差不多。 但是最后票房却才一个亿多啊,这简直是差了太多了,整部电影宣传制作,远处费用加在一起也要4.5亿了,也就是说只有达到4.5亿的票房才能够达到不赔钱。 在采访中范冰冰还说,我也不太敢去现,我知道他压力非常大,第一次拍电影,史无巨细,方方面年都得想到了。 而且李晨是个非常认真的人,特跟自己较劲,差一点他都接受不了据了解,现在的李晨基本足不出户,把自己闷在家里闷闷不乐,偶尔大声痛哭,也不怎么接活动了。 圈内好友也十分担心他,经常劝他振作也无济于事。 自从求婚后,范冰冰和李晨的婚期也一直没有提上日程,这次估计又要推迟了吧? 小编觉得李晨根本就不是合作导演,还是参加一些娱乐节目比较好,真不知李晨的转型能力什么时候才能感受范冰冰,估计到那时候才会结婚吧,不然老是依靠女人是不是很没有面子呢?